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部韩国喜剧恐怖电影《石神猪》 讲述了十年来没发生罪汉的村庄 突然发生了好几起随尸案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深山里的宁静村庄 因为十年来都没发生过罪汉 还荣获了无犯罪村庄的称号 咱们的男主小金本来是首尔的交通警 因为办事过于较真儿 他被领导吓掉到村庄里的警察局 虽然小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但他还是只能带着老年痴呆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搬进了村庄 小金一进村 村里就发生了血汗 村里猎户老万的孙女惨遭杀害 他的遗体还支离破碎地散在草丛里 老万看着孙女的遗体非常悲伤 他怀疑杀死孙女的不是人 而是山里的野兽 为了破案 小金建议村长关闭村里开发的周末农场和高尔夫球场 但村长却不愿意影响这年的收益 眼看城里的游客们就要来了 于是警局局长只能派警察站岗 以便防止碎案发生 城里来的游客们正在农场里摘水果时 一头野猪跳出来拖走了一个游客 站岗的小金拿着枪一路追踪 才赶走了野猪 救下了游客 现在汉剑已经真相大白 杀害老万孙女的就是山里的野猪 因为山林被高尔夫球场和周末农场破坏 偷猎者又把所有的猎物杀光 饥饿的野猪只能挖掘坟墓 吃死者的尸体 养成食人习惯的野猪已经不满足吃死人 他们开始正大光明地对活人下嘴 由于野猪非常凶猛 城里的游客不仅不敢来玩了 村民们也不敢下地干活 村长只好对外发布消息 重金悬赏 熟悉野猪的猎人到此帮忙 于是职业猎人长毛哥带着人和装备来到了村子 夜晚降临 他们在树林里埋伏起来 成功抓到一只野猪 村民们都把长毛哥当成了救世主 但老万检查了这头野猪 发现他的牙齿跟孙女身上的伤口对不上 看来食神猪还在山林里游荡 晚上长毛哥和村民在农舍里举办庆祝会时 他发现自己的猎狗有点不对劲 接着 一头体型硕大的野猪就撞垮了农舍的墙壁 冲了进来 野猪在屋子里横冲直撞 无数村民惨遭毒手 长毛哥端着猎枪和野猪四母相对时 也胆怯了 这头野猪不仅体型巨大 而且皮操肉厚 长毛哥的子弹根本打不穿他的皮肤 为了保命 他只能保持不动 竟带这头野猪离去 等小金和老万回来 野猪已经走了 农舍就跟被打劫了一样 小金上同事把受伤的村民送去了医院 老万则教训了长毛哥 因为他杀的是母野猪 所以凶残的公野猪闻着味儿就来报仇了 长毛哥既然答应了要除掉杀人凶猪 他就应该说到做到 而不是又害一部分村民受伤 经过深思熟虑 老万和长毛哥决定快速抓到食人猪 杜绝危害 侦探墨镜哥和动物学家炸毛姐也加入了抓猪队 但小金却在这个节骨眼上 发现自己的母亲不见了 他害怕母亲乱跑 进了山林 为了找到母亲 他就跟着老万一起进山抓猪 老万带他们住进了山里的一栋木屋 木屋的主人告诉他们 他的父辈曾经最喜欢来山里抓野猪 但这里有一头狡猾的野猪 他咬断了猎人的腿 弄瞎了他们的眼睛 自此之后 再也没有人 赶来抓野猪了 炸毛姐推断出这只食人猪已经不是一只简单的野猪 它应该是基因变异的产物 这时小金在山林里找到了迷路的母亲 原来她真的吃饱没事 来山林里玩了 小金把母亲留在木屋后 就跟着老万出去追踪野猪 在老万和长毛哥的指挥下 他们在野猪留下足迹的地方 布置陷阱 不知不觉 他们跟着野猪的足迹来到了一个洞穴 洞穴里还有很多小野猪 为了不让这些野猪长大了害人 长毛哥杀害了这些小野猪 但他们刚出洞穴 觅食归来的食人猪就朝他们冲了过来 小金一行人只能疯狂逃窜 食神猪看着洞穴里的小猪尸体 痛苦的撕叫声想撤夜空 但炸毛姐悄悄带走了一只小野猪 她想研究野猪变异的原因 半夜野猪闻着味来到小金等人的露营地 独自行动的长毛哥被野猪袭击了 老万暂时用陷阱困住了野猪 但长毛哥受伤严重 根本无法逃命 小金等人只好先跑 但野猪很快挣脱了陷阱 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 炸毛姐书包里的小猪也蠢蠢欲动 想发出声音 引起野猪注意 为了不团灭 小金和炸毛姐带着小猪 引开了野猪 他们摔进烂泥堆里后 躲过一劫 但野猪又追了上来 他们只好躲进了一个废弃工厂 为了除掉野猪 炸毛姐想到用升降机做陷阱 砸死野猪的妙计 他让小金抱着小猪 引开野猪 自己好去启动升降机 小金把小猪丢到了升降机底部 趁野猪关心小猪时 炸毛姐用升降机砸伤了野猪 看着野猪和怀里的小猪四母相对 炸毛姐有点同情他了 为了帮他缓解痛苦 他让小金点燃了工厂里的土炸弹 炸死了野猪 最后 诗人猪的危机解除了 小金成了拯救村庄的英雄 受到了村民的感谢 但炸毛姐救下的小猪却眼神怪异 他会不会长成下一个食人猪呢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